那么我手上这一台深呼吸人体工学电脑椅的高背款 就有以下非常特殊的优点 第一点呢 它其实很容易的可以调整你椅子的前后深度 第二点呢 这一个后背啊 应该是要可以调整的 第三个啊 还可以加强的它的支撑效果 朋友你好 如果你拥有一张真正的人体工学电脑椅 请你一定不可以辜负它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检查你的高度 这个高度要大腿跟小腿啊 大概成90度 第二个呢 当我坐进来之后 我发现到这个深度啊 对我来讲 我可以再做深一点 所以我可以移动前面到前面一点点 我放开之后 我坐进去就可以几乎坐满 那这时候你的面积大压力就会很分散 好第三个步骤 如果我是这样的位置 你会发现到我这个地方是根本靠不到背的 所以我的身形呢 会有点支撑不太到 所以我可以把我这个靠背器啊 往上一阶 两阶 三阶 它其实有四阶 所以我往后坐的时候 我的背部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支撑 在这一台 深呼吸人体工学电脑椅的高背款里面 是可以调整高低的 大家看到没有 OK 那我要调到哪个位置呢 我要感觉啊 大概是要在肚脐的正后方 或略低于肚脐的位置一点点 撑好之后 如果觉得支撑性还想要加强的话 这个后背呢 往下一扣 压到底 哇 那个支撑力就很好了 就会呈现标准的95度 如果你的角度太厚寝 比如说 我如果支撑性不太够啊 我又是很厚寝 我会看荧幕会变成乌龟薄 所以这个千万要避免 所以这个大腿跟身体的95度 就是关键 那如果你可以有一个脚踏板的话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脚踏板 你会让你的大腿跟小腿 在95度 或者大于95度都可以 那如果有一个像这样的键盘架 你就会发现到 我在这样子使用键盘的时候 面对着荧幕 荧幕最上面那一行字 跟你眼睛差不多高 再来呢 我可能会需要休息的时候 那我发现我的颈部啊 就支撑的不是很适合 我就要去调整我颈部的高度 调整下来 好 我调整好了 然后我在后仰休息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舒适 除了这样还不够哦 手肘的位置啊 其实就是 应该在你自然延伸 靠上去之后 他要能够手肘碰得到 调上来 像我要调高一个格子 然后呢还要往后退 你就可以有很好的支撑 很多人都不喜欢 在使用人体工学椅的时候 使用紫砂轮 紫砂轮是指 我们的体重 坐下来的时候 轮子是不能滑动的 所以我要教各位 人体工学椅 就是要配合紫砂轮 身体量身高前颈 手扶着扶手 屁股往上抬 头往前鞠躬 把椅子往后推一步 你就可以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正常 在使用人体工学椅的时候 我们都会推荐使用紫砂轮 让你做得更稳定 站起来的时候 一点困扰都没有 配合这样的人体工学电脑椅 就是一个完美的 打电脑的工作环境 所以照顾你的脊椎 就从你生活心态 有一个好的 人体工学电脑椅开始 祝福你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